这酒驾杀人了 那么台中有一位先生啊 他说呢 知道说自己不能够酒驾 所以都一直不敢喝 不敢喝 憋了一个月没喝酒 好了到昨天凌晨的时候呢 一下忍不住了 他跟同事约了去吃宵夜 就破戒吃了姜母鸭啊 点了几个啤酒啊 马上开车就酒驾 撞死了一名清洁工 肇事的白色小轿车 就停在车祸现场 引擎盖上明显凹陷 右侧挡风玻璃 更是整个碎裂 这是真心清洁工 遭到撞击后的痕迹 打瞌睡然后 那个方向盘向右偏移啊 不慎啊 去撞上路边打扫的清洁工 力道直打 可以想见 连清洁工停在一旁的摩托车 也被撞飞好几公尺远 而这起车祸就发生在10号凌晨 台中市环中路往乌日路段 清洁工在进行路面清扫时 遭到白色轿车撞击 调查后发现又是酒驾惹的祸 他已经忍了一个月 都不喝酒了 昨天因为朋友的邀请啊 盛情难缺 就喝了两瓶啤酒而已啊 没想到就发生这些汗事 肇事车主黄信男子向警方坦承 其实知道现在取缔酒驾抓得很严 自己也已经忍了一个月没喝酒 那位汉朋友相约吃宵夜 将母鸦配上几杯啤酒 酒驾上路 没想到因此酿祸撞死了人 有跟家属谈到和解的部分吗 要谈的要谈的 根据了解 刚刚撞死的真性清洁工 生活很辛苦 有两个孩子和妈妈要养 但肇事车主表示 以及和家属在谈和解 是对于自己忍了一个月 不喝酒 却因为破了界 酒驾重死人 很后悔 绝对会负责到底 中天新闻60王一昌 台中报道